有致靜音模式 傳媒朋友可以移步到採訪區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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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各位嘉賓、傳媒朋友早安。歡迎大家出席港鐵45週年主題列車開幕典禮。 我是港鐵的數據工程師Christy。我身邊的就是港鐵公司建築管理人員Adrian。 今天是港鐵公司45週年,地下鐵路1979年通車以來,一直陪伴著市民成長,建設社區,通於城市前行。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推出了45週年的主題列車,慶祝港鐵和香港市民相伴45載。 Since our metro service commenced in 1979,MTR has been dedicated to serving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Today, we are delighted to unveil our 45th anniversary theme train to celebrate 45 years of togetherness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一眾主題嘉賓出席今天的典禮,見證這個重要時刻。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主題嘉賓。 Let us introduce our officiating guests. 首先是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興先生。 Mr. Liu Chen-san, Under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港鐵公司行政總裁今集培博士. Dr. Jacob Kam,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MTR Corporation.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議員. Dr. The Honorable Ben Chan, Chairman of Panel on Transport.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李梓敬議員. The Honorable Dominic Lee, Deputy Chairman of Panel on Transport. 以及港鐵公司執行委員會成員.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of MTR Corporation. 現在有請港鐵公司行政總裁今集培博士支持. Dr. Kam, Please. Thank you. 大家好,大家不知道認不認得Christy穿著的制服呢? 是我們第一代同事的制服來的。 Thank you. 尊敬的副局長,尊敬的陳議員,李議員,各位嘉賓,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九龍灣車廠出席港鐵45週年主題列車的啟動典禮。 在1979年,香港的地下鐵路正式通車,當時只有一條線和九個車站。 到了今天,我們271公里的鐵路網絡已經貫通全香港18區, 並且開通了高鐵服務,連通全國的高鐵網絡。 45年來,港鐵和香港一起發展,和市民並肩前行。 而港鐵公司也都去到內地和外地, 現在在全世界營運超過2000公里的鐵路。 我們今天有兩位在1979年通車的時候,已經在港鐵工作的第一代領袖。 英國科學家牛敦曾經說過,如果今天我們看得更遠, 是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膊上面。 同樣的道理,今天港鐵的成就是因為幾代前輩打好基礎。 當然還有所有持份者一直的支持,和同事的努力,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再次衷心地感謝各位。 謝謝金博士。 未講完。 為了慶祝港鐵通車45年,我們今天啟動45週年主題列車。 這個主題列車會在市區線服務一段時間。 主題列車融入了地鐵第一代列車部分的經典元素, 包括紅色和白色的外殼, 車廂裝設經典的波波扶手等等。 大家可以再次回味昔日的情懷和集體回憶。 另外港鐵公司和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經典漫畫牛仔攜手合作, 在列車車廂展現不同年代的鐵路的演變, 讓市民好像穿梭在鐵路的時光隧道, 感受鐵路服務和設備在45年裏面的進步歷程, 見證鐵路連繫生活每一程。 接下來我們也會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 連繫社區與民同樂。 我誠意邀請大家踴躍參加, 一起慶祝港鐵通車45週年。 展望未來, 港鐵正是邁向新里程, 我們會繼續與時並進, 持續擴展鐵路網絡和提升服務, 為香港建造鐵路、建造社區, 繼續推動香港戰衡。 多謝大家。 謝謝金博士。 謝謝Dr.Kam。 現在有請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 廖振生先生致詞。 Mr. Liu, please。 Jaker,Ben,Dominet,各位嘉賓,各位港鐵同事和傳聞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感謝港鐵公司邀請我出席45週年主題列車的鐵幕典禮 港鐵是供應的世界級公共交通系統 而港鐵公司一直都致力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的鐵路服務 每日接載500萬人次出行 今年是港鐵通車45週年 45年來港鐵不但持續革新和提升它的服務 更加是支持著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陪伴著香港市民一起成長 回想當年未有地下鐵路 我只能夠依靠路面的交通出行 直至到1979年地下鐵路通車市民有更多出行的選擇 而路面的交通的擠塞亦都可以舒緩 第二鐵路通車初期 不少的香港市民對車站的設施和車廂就充滿期待和好奇 而第一代的載客列車對我和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一份珍貴的集體回憶 剛才參觀了港鐵45週年主題列車 即是後面這一步 紅白色的列車車身 橙黃色的車廂天花 以及波波扶手重現眼前 彷彿帶我回到學生時代的青春歲月 令我回想起很多城港鐵地鐵的經驗 相信今次的主題列車 將會為不同年代的鐵路迷和乘客 帶來很多驚喜 同時創造出全新的體驗和經歷 滅車的外貌有所改變 鐵路營運的技術也都日新月異 但我相信多年來不會變的 就是港鐵公司致力為乘客提供世界級優質服務的熱誠 希望港鐵公司和香港繼續一同成長一同進步 隨著鐵路網絡不斷的擴展 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完善的鐵路服務 共同建設更美好的社區 最後我在此祝賀港鐵公司45周年快樂 多謝各位 謝謝副局長 Thank you Mr Liu 為了慶祝地下鐵路通車45載 港鐵推出45周年主題列車 相信勾起不少市民和鐵路人的美好回憶 Christy 見到你今天還穿了地下鐵路通車初期的制服 是啊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兩位資深的鐵路前輩 他們在地下鐵路通車之前已經加入公司 不如讓我們和兩位聊聊聊 分享一下當年的鐵路故事 有請Eric和Steven 謝謝 Eric和Steven 你們好 我知道兩位當年投身鐵路行業 在通車前兩年 也就是1977年就已經入職了 接著還去了英國授訓三個月 可不可以講一下當時的訓練內容 以及對於之後1979年的通車工作 有些什麼幫助呢 大家好 首先我多謝舊公司和MTR 是邀請我們兩位來和大家分享的 講回英國授訓呢 我們是Exactly這個月8月 47年前的8月 就參加了地鐵 然後同一個月就去了英國授訓 去英國授訓就去倫敦地下鐵 那個課程主要就是說 有一段時間是給基本車務操作和安全的訓練 之後大部份時間呢 我們分組去不同的專業 包括車站 控制中心 列車 在那裏專業做在職培訓 在職培訓的意思就是說 跟師傅直接落口落地做 處理事故 全面性的訓練 直到最後呢 我們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專業呢 都是要叫做Qualify 即是考核資格做一份工作 才能完成整個訓練回香港 好了 我們十四個回到香港的時候呢 就面對一個很大的責任 就是說要在一段指定的時間 訓練所有staff去迎接MIS的Open 即是早期收聽系統的Open 時間是有限的 我們面對兩大挑戰 第一 回來的時候是沒有staff 第二 是沒有鐵路 怎麼搞呢 那很幸運的時候 我們回去就分了兩批 一批就是去剛剛成立的訓練中心 策劃 implement所有訓練 第二 就另外一些同事 比如Eric 一大班去了車務部 成立過車務系統 當時有一個叫做work train operation 即是工程車 那個時間就一路 開始就將一些器材 設備 運送去站 那我們的員工受基本訓練之後 就可以在那個情況下 是實習的鐵路常識和安全 那基本上呢 我個人來說 我們其實 回應的金鐘 我們不是什麼巨人 我們只是14顆種子 MPR初所選的種子 我們很榮幸 這14顆種子回來 一起跟公司成長 建定了很多不同的事件 開通 那由今天呢 我僅代表我們14位呢 恭喜地鐵 紀念 希望地鐵 繼續發揚光大全世界 謝謝 另外還有一位問題想問一下大家 兩位呢 當年有份見證過1979年地下鐵路通車 今天看到這一輛港鐵的45周年主題列車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感受啊 其實感受呢 都幾多的 今天呢 就看到這一列的45周年的主題列車呢 就 也都知道呢 他將會 會 整個計劃會用這個 第一代 在早期第一代的 載客的列車 來都 見證這個活動 那也都 了起了我很多的 回憶 和大家可以 細細地分享一下 那麼就 首先呢 就是我們會見到 在早期的時候呢 那種 由 零至到一 就是完全沒有東西的 那麼就 在一個 在一個 情況之下呢 負擔起 見證起 這個 營運 和建造 和營運的 活動 引起就 有一個 很大的 回憶 那麼就 跟著 就是 隨著這個 建造的環境 和營運的環境呢 在一個過程裏面呢 就 都有 幾多不同的挑戰的 那麼 同一時間呢 也都是帶來了我們 很多滿足感 和 那個成功感 那麼現在見到呢 地下鐵路呢 那個網絡呢 已經走通全世界了 sorry 不是全世界 是全香港 那麼 那麼 我本人呢 就覺得非常之高興 還有呢 覺得很榮幸 有機會呢 在這麼早期呢 已經有份參與 在裏面 那麼 隨著 現在我們 講緊 站在這裏的地方 就是九龍灣的 列車的車廠 那麼 也都 帶起了 當時呢 我們見到 這一塊 很大的地方呢 是 根本上呢 是一片 一片的泥沙 是 完全什麼都沒有 也都是 我們地鐵公司呢 由零到一 在這裏的建設 那麼 講一句不好聽的 就是說 如果你從高處 看下來呢 我見到這裏的地方呢 只有一個洞而已 什麼都見不到 那麼 就 一路呢 在發展裏 我見到現在 車廠 也都 有車站 也都 有一個龐大的 屋村在這裏 就是德福花園 還有一個很旺盛的 德福廣場 那麼 所以呢 就 非常之 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 回感的 那麼這裏呢 有給到我們 有一個 有一個想法呢 就是 所有的抗戰 所有的建築呢 都已經 將這裏的地方 成為一個 社區 現在 隨著地下鐵的網絡 一直擴展 差不多 走回全香港 令到每一區 都 每一區呢 都可以說得是 鐵路 和社區的發展 這種回憶是難能可貴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多謝兩位的分享 作為新世代的鐵路人 我們一樣這麼榮幸 可以參與在這件事裏面 沒錯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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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大合照的環節 我們先請各位主禮嘉賓 在主題列車前面拍張大合照先 我們先請請 廖振生副局長 我們先請請 廖振生副局長 金澤培博士 陳恆斌議員 李梓敬議員 楊美真女士 蔡紹威斯 鄭炯議員 蔡兆明小姐 鄭炯議員 Mr. Kyle Davlin Ms. Jillian Meller 鄭惠禎女士 Mr. Michael Fitzgerald 王坤惠先生 各位嘉賓可以望向正前方的大會攝影師 Let's take a group photo together 現在請望向我們右邊的傳媒朋友 謝謝廖振先生副局長、陳恆斌議員和李梓敬議員 有請三位先移獄部至官禮區 同時請各位港鐵公司執行委員會成員留步 一起拍張大合照 Woul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Please remain in front of the theme train for another group photo Thank you 各位嘉賓可以望向正前方的大會攝影師 再來多張合照 跟著是右面的傳媒朋友 最後我們希望邀請三位港鐵前輩 Eric、Steven和Alan 跟我們一起拍張大合照 有請Eric、Steven和Alan 廣 conteев monumental 然後港鐵同時亦都可以加入 有請各位港鐵同事一起加入陰彰一張大合照 有請各位港鐵同事一起加入拍張大合照 大會攝影師 接著是右方的傳媒朋友 謝謝各位嘉賓 請各位嘉賓移步到觀禮區 Christy 相信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之興奮和期待 因為45周年主題列車即將啟動 Yes indeed I believe everyone is very excited and wants to witness the launch of the 45th anniversary theme train For safety reasons Please remain on the Guides platform during the ceremony 一陣間港鐵45周年主題列車將會正式啟動 重現當年地下鐵路通車的歷史一幕 象徵鐵路45年來不斷進步 再向未來 安全起見請各位嘉賓和傳媒朋友 在儀式期間留在觀禮區 一起見證主題列車啟動的歷史性一刻 大家預備好拍下這個經典一刻沒有呢 45周年主題列車即將啟動 不如我請各位嘉賓和我們一起倒數三聲 Are you ready? 大家準備好沒有? 我們一起倒數 預備 3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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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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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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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